日媒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把号遭枪击后 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对这一突发事件感到震惊 我们向安倍前首相的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勇分析认为 安倍遇袭搅动了自民党内部结构 因为安倍是自民党内第一大派安倍派的首领 该派立场亲美保守 对修改宪法及自主防卫等议题态度积极 此前一天 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声称 两艘中国海警船5号起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开展执法活动 7号离开 历时64小时17分 邻居日媒报道 可搭载两架直升机的海上保安厅大型巡逻船招指号 日前举行了下水仪式 并将于2023年正式移交海上保安厅 据悉 日本海上保安厅为了强化在中国钓鱼岛附近等海域的警戒活动 正在推进巡逻船建造计划 日本海事联合公司将从2023彩年开始 向日本海上自卫队交付12艘近海巡逻舰 日前 日本独卖新闻公开了一张乌克兰士兵 佩戴日本自卫队提供的巴巴式头盔的照片 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还炒作声称 俄罗斯的西边是乌克兰 东边是北海盗 俄罗斯在西边发起军事行动 不能保证不向东边发起进攻 于梅披露 自民党在此前 就新版安保战略提交给政府的文件中写道 应该对日本北部地区自卫队的部署态势进行研究 并采取必要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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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